美國佛羅里達州一位唐士陣運動員 最近成為史上第一位成功完成鐵人三項的唐士陣患者 並獲得金氏世界紀錄頒發證書 就連鐵人三項的官方推特也讚揚 這是鐵人賽史上的非凡時刻 今年二十一歲的尼基奇是一名唐士陣運動員 他跟著教練一路完成超級鐵人三項賽 規定的游泳3.8公里 機甲踏車180公里與跑步42.2公里 最後以16時46分9秒越過終點線 距離主辦單位的觀察實現只差16分鐘 在比賽過程中尼基奇曾兩度摔下腳踏車 雖然膝蓋流血 但他還是重新騎上腳踏車繼續完成比賽 並在補給站克服螞蟻的攻擊 尼基奇表示覺得上帝派天使圍著他 他帶著家人與朋友的關注完成比賽 更希望各界能更關注唐士陣與特奧會 接下來他將全力備戰2022年美國特奧運動會 鐵人三項的資格賽 當時一旦到達大吉祥間 有分禁止